欢迎大家来到 棉花田的健康享乐厨房 我是泳泽老师 好 那今天呢 开始前首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 不要忘咯 在你们的右下角 记得忘了按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啊 我们要分享越滋越瘦的料理 好 那讲到今天的料理啊 各位有没有发现哦 天气越来越冷了 好 那在冷冷的冬天啊 我们就是要吃果物 所以呢冬天吃火锅 如何越滋越瘦 今天要分享三招 让大家呢不要踩到地垒 而且啊还要把越滋越瘦的 三个撇步啊 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分享 为什么吃火锅啊 会踩到地垒 好 首先呢就是啊 汤喉的部分 这个汤喉要喝要浓郁 我们就会选择像这个 沙茶火锅麻辣火锅 或是像那个寿喜锅 可是呢这些对我来讲 都是属于重油重盐重糖 因为里面呢又含有这个高纳的成分 而且呢很多的这些调味料啊 综合起来 所以呢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尤其容易造成水种 所以呢火锅的汤底啊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 好 那吃火锅呢会踩到第二个地雷啊 就是我们吃的这些火锅料 因为火锅料呢你要有很Q的 然后呢吃起来又有很多的这些脚类 各式各样的这个鱼啊虾啊各式各样的风味 各位有没有发现里面有很多食品添加物 尤其是那些磷酸盐啊修饰淀粉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原型食物来取代这个火锅料的部分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咯 有没有发现每次吃火锅 一锅从头吃到尾 然后那个沾酱啊调味量越沾越多 越吃越重口味 不知不觉的啊吃了一个火锅 那呢就摄取超标 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造成身体的负担 尤其是肾脏的负担啊 跟造成水肿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吃火锅啊 所有的调味料都要透过食物本身就是这家的调味料 好 所以今天呢也会分享一个火锅沾酱 好 那二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来做料理 好 我们今天的火锅呢要一锅到底 好 所以呢要从汤口一直到下料 然后到最后呢把它调理好 好 一锅到底喔 所以呢我们先准备一个汤锅 好 这个时候的汤底呢 我给大家一个配方 黑豆加昆布 冬天就是要吃黑色 一定要记得黑入肾 这个时候呢可以保护我们的精气神啊 把它补的元气满满的 好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炒黑豆 今天的高汤呢就是每一口高汤啊 都要有黑豆的香气 所以呢先用干锅炒黑豆 好 那首先呢我们把黑豆啊 直接下锅 好 我们直接呢开纹火喔 中小火的部分 好 直接把这个黑豆啊把它炒香 炒熟喔 记得不能用大火 因为大火呢豆子很容易就爆裂掉了 好 那我们要慢火啊 慢慢炒 这个时候豆子呢没有爆裂掉喔 但是里面呢已经熟透了 整个香气出来 待会呢我们再直接把开水加进来 哇 整个高汤就完成了 好 那在锅子里面 你们一定要记得喔 稍微把它搅动搅动 豆子是圆的喔 它们会自己跑 好 避免焦掉就好了喔 哇 香气开始出来咯 好 你们看这个豆子爆开来了喔 有没有看到它的仁是什么颜色 黑豆呢有两个品种喔 一个里面是绿的 一个是黄的 今天我们用的是黄的 所以呢 各位就知道喔 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 有没有 豆子开始 哦 爆裂开来了 好 那豆子也快熟了 炒黑豆 黑豆很容易熟的 大家如果想要有那个黑豆的灵嘴喔 你们可以待会撒一点胡椒 放一点海盐 就有一个黑豆的灵嘴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高汤 慢慢炒 炒到熟了 裂开了 我们再把水注入进去 这个时候就有黑豆高汤了 好 那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黑豆 把它储存起来 你们可以每次要泡茶的时候 就把它冲热水 热开水一冲就变成黑豆茶了 好 那香气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加水 好 那冬天呢 我们吃锅物啊 一定要有黑色的食物 昆布 所以呢 昆布啊 记得 直接用那个干纸巾把它擦干净 不对称的把它剪开来 好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呢 浸泡在我们的冷开水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高汤 好 那浸泡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倒入 刚刚炒好的黑豆里 好 那我们现在盖上锅盖 先把这个高汤给煮滚 待会我们就来下火锅料 好 那冬天呢 我们在吃火锅 大家都喜欢吃一些 供碗啦 花枝碗啦 还有一些像那个 火锅角啊 鱼角 燕角 还有像那一包一包的 花枝姜 海鲜姜的部分 好 那一定要避免喔 添加物 不要让那些磷酸盐啊 还有修饰淀粉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 容易增加我们干涉的负担 所以呢 一般要吃贡碗喔 我就建议大家吃这个无添加的 没有磷酸盐 没有修饰淀粉 大家就可以吃得很放心很安心 好 所以我今天的火锅料啊 我就放无添加的贡碗来煮 好 再来就是呢 选择啊 圆形食物 只要你看得到的这个食材啊 就是最棒的食材 好 所以可以把这个糖令啊 顺时令的高麗菜跟筋类 椰菜 果实都可以放进来 包括呢 菌菇的部分 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啊 豆腐的部分可以放进来 有吃葷食的朋友们就可以呢 选择像一些肉片啦 鸡肉的部分 还有像那个海鲜啊 鱼片啊 虾仁 虾子都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 我们水煮滚了 我们就来放我们的火锅料 大家可以把冬天盛产的这些 根筋蔬果都放进来 像一些高麗菜 还有像山药可以护味 这些菌菇类的部分 颜食纤维又多 然后像玉米笋 像秋葵啊 修复我们的肠胃黏膜 这个都非常的棒 记得五颜六色 调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在冬天能够很平衡 就要有五颜六色的食材 所以每一个颜色都放进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放这个黄豆的食物啊 我们的豆腐 好 最后加入我们的无添加的丸子 好 那火锅再煮的时间啊 我们先来调我们的沾酱 好 那我们直接放入啊 乌醋 再放入一点酱油 最后呢就把我们的有机葱啊 放进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原食物的沾酱 好 我们的火锅煮滚了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掀开来 好 我们少许的海盐啊 做调味就好了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黑豆瘦身锅 除了可以补充营养均衡之外啊 还可以让我们越吃越瘦 所以呢 要跟所有的减重朋友们分享啊 其实瘦身不难 只要吃对了食物啊 就可以越吃越瘦 而且火锅呢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料理哦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一样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八点见 我们分享越吃越瘦的料理 下个礼拜见咯